請合唱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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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上聖身為妙法 無上聖身為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授持 我今見聞得授持 願解如來真實意 願解如來真實意 尊敬的注意同修 注意護法 大家早上吉祥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今天 再借這一次的音緣 再來跟大家 洗一講 佛說阿彌陀經的大意 如果 講得一些不對的地方 或者講得不夠深度 請大家多多包涵 多多批評 因為我們大家都在學習 希望經過學習呢 能夠了悟佛 對我們六道眾生的關懷 講經 講經啊 學習這個講經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 過去有一段時間 有人 剛剛出家 他也是要學習講經 問我男在哪裡呢 你講得深 人又聽不懂 又聽不明白 你講得淺 人又批評你 批評什麼呢 你沒有水準 所以 這個全部啊 都是要靠自己的智慧 你有智慧啊 你所講出來都是你的內心 而所悟出來的道理 不是從這個經典裡面 所看到的這些的字幕 從你的內心 像過去六祖慧能大師 在講經當中有一位居師說 師父你講得太深奧 我聽不明白 但是六祖慧能大師啊 他有一個大智慧 他的智慧都是圓滿的 一句話就能夠化解了 所以智慧啊 是從修來的 不是從我們看哪一部經 哪一個智 他是不是不是的 所以你要開發你的智慧 那你要認真去修行啊 去瞭解佛 在裡面的內涵 主要性的 是講什麼 所以今天我們學佛 首先我們一定要認知清楚 你要認知清楚 釋迦牟尼佛講經說法 有五量法門 而這個歸納起來 總共有八萬四千法門 他這個八萬四千法門 最主要性的 在哪裡 他的關鍵是在哪裡 他的中心在哪裡 而這八萬四千法門呢 裡面是講什麼東西 我們要去認知 像釋迦牟尼佛講了八萬四千法門 把這個八萬四千法門 都是以淨土為中心 為什麼呢 像我們今天學佛念佛 我們的方向 我們的目標 才不會走錯 那今天我們學佛是為了什麼 為了什麼 你看佛法講得太廣了 一展開就是整個 宇宙的事實的真相 這麼多 每一切 一切法 都講得非常的圓滿 那主要性的是什麼 你要把這個事情搞清楚 不然的話我能不能學佛啊 只是學到皮毛而已 那是什麼呢 只有四個字 哪四個字啊 就是叫你快快覺悟 你有沒有覺悟啊 就是四個字而已啊 覺悟人生是無常 叫我們不要過於執著 因為沒有一樣的東西 到最後能夠帶得走的 無常 告訴我們六道是苦的 告訴我們三界猶如火宅 你要趕快覺悟 所以如果我們今天學佛 比方說我來世能夠活好一點 福報好一點 能夠享受健康福貴 種種的 或者你在這個人生能夠得到幸福 美滿的人生 佛都會埋怨眾生 隨喜眾生 而把這個方法理論 通通交給我們聽 只要你依這個方法 你就能夠得到這種的福報 但是佛的中心的關鍵 不是在這個地方 如果我們則是因為 而來學佛 那釋迦牟尼佛 就不用出現在這個世界了 為什麼 因為這些宗教都能夠做得到 就是這個道理 所以你一定要覺悟 你能夠覺悟了 你的智慧就開了 所以智慧不是從一部經 我看到我聽到的 不是 你有沒有去修 你才能夠發現 自信你的智慧 才能夠實現出來的 不然的話是沒辦法 智慧就是靠這個 所以為什麼我們佛教裡面所講的 三學 修界而得定 而定而修開會 道理是有一個 我們一定有一個原則 那今天佛教我們要趕快解悟 趕快解悟是什麼 就是教你要了生死 超越六道 离苦得樂 只有覺悟才能夠幫助我們這個道理 所以尊敬的主義同修大德 我們學佛一定要以這個方向去走 所以我常常告訴大家 我們學佛 佛所講的一切法都是高度的智慧 這是圓滿的智慧 不是我們一般民間宗教所講的智慧 不是 它是高度的智慧 那什麼叫做高度智慧呢 什麼叫高度的智慧 今天你今天來念阿彌陀佛 我發這個願 我要親近阿彌陀佛 我想要了生死 我將來想要離開這個世間 我要到西方解论的世界去 這個就是高度的智慧 因為你到西方解论的世界 你自自然然你就了生死了 而且最後一生圓滿的成佛 這個道理我們一定要知道 所以關鍵在哪裡 就是剛才講的四個字 你有沒有覺悟 你有沒有覺悟 就是這一個而已 所以希望大家 我們學佛 沒有別的就是這一個 只要你能夠覺悟 你的生活 你的生活 你的精神 對於一切法 對於一切物 對於一切人 對於一切事 自在如意 心無掛碍 心無掛碍 生死就自在了 道理其實都是講這個道理 希望大家好好去思維 去深入佛所說的內涵 好 那我們繼續來跟大家 來講這個佛在這一部經 的內涵主要性是講什麼 上個星期呢 已經給大家介紹了 釋迦摩尼佛告訴 釋迪佛尊者 釋迪佛 阿彌陀佛的國土 是什麼樣的因緣 案例稱為叫极樂世界呢 這個也是給大家簡單已經說明了 而我們要告訴大家 我們一定要記得 釋迦摩尼佛在這一部經 在描述每一件事情 或者描述西方其的世界 是用什麼樣的表達方式來表達 就是用質問問答這個來表達 自己提出了一個問題 然後這個問題 老人家才把這個問題解決 告訴我們這個地方 為什麼稱為叫做极樂世界 而這個极樂世界的因緣 上個星期已經為大家簡單的說明 而且釋迦摩尼佛在這一部經裡面 在精算也為我們做一個比較 西方极樂世界之樂 而說佛世界之苦 區別在哪裡呢 上個星期要告訴大家 我們在這個地方 在生活當中常常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 不順心的事 或者讓我們很煩討厭 但是在西方极樂世界 沒有一個人能夠讓我們討厭 讓我們生起煩惱 為什麼 因為西方极樂世界是 諸善善人聚會一處 換句話說 西方极樂世界是極樂 俱樂部 不但沒有一個人能夠讓我們生起煩惱 而且能夠 幫助我們 把煩惱 轉成菩提 而且在學習當中 沒有能夠讓我們退轉 讓我們這個煩惱起作用 這個就是西方极樂世界的比較 那不僅僅這樣 佛在經上也為我們做一個比較 我們在這個地方 常常遇到一些讓我們不能夠称心如意的 所以古人講 人不如一世 才有長八九 西方极樂世界 每一件事情 都是心想事成 能夠称心如意的 比如說 我們想要做的事情 我不是水心手意 我要到哪裡 比如說我要到死方諸佛國土 你只是動一個念頭 這個念頭是怎麼樣 應念極致 你就能夠去參考 去參觀死方諸佛的國土 西方极樂世界有這個能力 我們有這個能力嗎 現在想要出一個國家 你看多麼麻煩 疫情又那麼嚴重 出國又怕擔心 會不會被感染 感染有生命的危險 西方极樂世界沒有這種的 煩惱 幽靈 害怕 沒有的 每一件事情都是水心手意的 只要你想要的 你喜歡哪一件事的 只要你想做的 沒有一件事 都不是称心如意的 釋迦牟尼佛在經上也為我們做一個 比較 比如說我們在這邊 生活當中擔心生病了之後 有痛苦 極樂世界一切眾生 在西方极樂世界是怎麼樣 無有病苦 哪一個人 他希望能夠生病 不要說大病 連小病我們都很辛苦 感冒 頭痛 對不對 你都很不方便 讓你管節活得很辛苦 像最近很多人說 師父啊 為什麼人 現在這個時代 得那種 無論是男女老少 得那種失憶症 或者我們得到那個老人世代症 為什麼越來越多 病都是果報來的 有果必有因 所以你要小心 這個因是什麼呢 釋迦牟尼佛告訴我們 因為過去生 因久過度 你看五界裡面 第五條 因久過度 你想一想 一個人 常常因久過度的人 他會不會失去理智啊 會不會失去理智 會啊 失去理智呢 他什麼都能夠做出來的 比方說 五界第一條 可能會犯了殺生界 可能會犯了脫道界 或者打妄語界 甚至於可能犯了什麼 淫欲界 所以很多人說 師父 這個淫欲為什麼在佛教 甚至於在五界裡面 勸勸導我們不能有邪影 勸導我們不能有邪影 你想一想 一個人能夠常常犯這個邪影的 都沒有一個好下場的 都是短命的 所以你看五界裡面 釋迦牟尼佛講得很清楚的 我們現在啊 這個環境裡面 真的很多的麻煩 你看這個身體 這個身體帶來很多的麻煩 所以 這樣的情形在西方解德世界是沒有的 我們沒有機會碰到的 我們在這邊當中 生活的當中有一天 常常啊 有這個八苦交間 但是在極樂世界 連這個明智 我們都沒有聽得到 什麼叫八苦交籤 生老病死是苦 求不得愛別離 厌真毀五因之生 八苦交籤 特別是最後的那個五因至聖 五因至聖苦啊 還有另外一個名詞 什麼叫做名詞呢 什麼叫五因至聖呢 叫做健康苦 你想一想喔 你奇怪喔 連健康都會苦喔 喔 所以不是生病有苦喔 連健康都會苦喔 為什麼呢 太寂寞了 很無聊 有一些人活得很長壽 身體很健康 但是很寂寞耶 真的耶 感覺生活很無聊啊 所以很多人為什麼要來信仰宗教 因為在信仰宗教當中 它有一個寄託 哎呀我來做義工 我來信仰宗教 我感覺到我的生命 才會有意義的價值 對這個宇宙世子的真相 我能夠了解 我該怎麼做 你看現在那個瑞士 那個科學家不是有創造一個 一種人家躺在裡面 然後呢 躺到裡面去了 你按一個按鈕 按下去幾秒鐘 它就安樂死了 最近發明出來的 為什麼呢 很多因素 其中的因素 第一個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他長壽很健康 但是活得很無聊 他的周圍的人 他的太太 他的先生 他的兒女 他的朋友 能夠跟他訴苦的 能夠跟他做朋友的 能夠心比心地講話的 這些人呢 一個一個都已經離開他了 我很無聊 我很辛苦 像我以前過去到這個 溫哥華去講經的時候 遇到很多這些香港留學生的 我跟這些香港的留學生講話的時候 我說溫哥華好山好水 環境又好啊 什麼都好 他們是怎麼樣解答的 他們是怎麼說的 哎呀師父你不知道 他說啊師父啊 雖然是好山好水啊 但是什麼呢 好無聊啊 真的好無聊啊 所以你看喔 不但生病有苦 生老病死有苦 求不得有苦 或者愛別離 印真會 連身體的健康 都有苦啊 所以沒有一樣的 都不苦的 但是你在西方幾個世界 雖然你的壽命是無量壽 但是你不會感覺寂寞 你會感覺很無聊 而且你有能力 看看你的家親禁屬 你的過往的親戚 你的過往的太太 你的過往的兒女 你的過往的先生 你有這個能力去度他 將來能夠幫助他到西方幾個世界 永遠在這個西方幾個世界聚位於處 而且在西方幾個世界 你只要動一個念頭 你就能夠到死方 以及諸佛國土去參訪 每一天都在西方幾個世界 很多每一天 跟阿彌陀佛 跟諸佛福上 天天在一起 不但不會寂寞 天天過得很幸福 天天過得很乏喜 這個叫做我們什麼 所以釋迦牟尼佛告訴我們 這個叫做八苦 而且佛陀告訴我們 不但我們說佛世界 一切眾生都避免不了的 連六道眾生也都避免不了 帝王 一界天 都避免不了 所以釋迦牟尼佛把這個苦 稱為叫做什麼 叫做苦苦 如果你把這個事實真將搞清楚 搞明白了 你對西方幾個世界那一種心 那一種怨力 就非常的深淵 深信 一事好動搖都不會有 那釋迦牟尼佛不敢敢為我們說明這個 連異界 三苦 通通俱足 說我們這個地方 我們這個收佛世界屬於異界 什麼叫做傷苦呢 第一個叫做苦苦 第二個叫壞苦 第三個叫做行苦 那什麼叫做壞苦呢 你看 連 四常聽 就是色界 色界天裏面 雖然沒有苦苦 為什麼 因為色界天裏面 他已經沒有欲望了 釋迦牟尼佛又為我們說明 不但我們這個世界裏面 這個異界裏面有苦苦 連色界天 還是離不開 雖然自己沒有身體 但是 他們不用飲食 也不用吃飯 沒有財色名食碎 他全部都沒有了 自然沒有 那苦苦就自然就沒有了 為什麼他們沒有呢 因為他們用他們的禪定 的定功的功夫來輔助 用他們的功夫 才不會起作用 所以對這個彩色名食碎 已經沒有欲望了 所以我們佛教裡面 常常講叫做 產業為食 你看一個阿羅漢 入定的時候 他一年半載 可以不吃飯 你看打摩祖師以前 在這個 這個面壁九年 不吃飯 不喝水 不睡覺 你看他老人家 過得怎麼樣 都是一樣的 我們一天不吃飯行嗎 不行 但是雖然色界天 人有壞苦 為什麼呢 因為在他的寿命快到的時候 他的身體 他的宮殿 就是他的居住的環境 會產生什麼 產生變化 為什麼呢 他就會壞掉了 所以這個時候呢 他會感覺什麼 感覺很苦 所以佛告訴我們 雖然色界天 他沒有苦苦 但是他還有壞苦 他還有辛苦 所以尊敬的 各位同修大德 佛為什麼不鼓勵到我們到天界 因為他在樂裡面 樂中有苦 他不是究竟的 不僅僅呢 連色界天也有 往上去的是哪一界呢 無色界天 連無色界天 雖然他沒有苦苦 他沒有壞苦 為什麼呢 因為他沒有這個身體 他只有什麼 只有靈魂 靈魂就是講我們的精神 他只有這個精神的存在 但是沒有這個身體的存在 那你想一想 沒有身體的存在 自然生老病死就沒有了 沒有身體的存在 當然也不要宮殿羅格了 但是他有辛苦 什麼叫做辛苦 他的精神的煩惱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功夫會失掉啊 總有一天他的功夫 他會失掉 他沒辦法能夠永遠保持 我們一定要知道 一般人通常要修行到這一層 你要有一個很高的定功 如果你們要很高的定功 你是沒辦法達到這個程度的 但是雖然在五色界天裡面 他的功夫 他這個定功很高 但是這個時間一到了 他就失去了 定功一失去了 他將來就會墮落 墮落到哪裡了 你想一想 連那個五色界天的人 生在這一界的 到最後還會墮落 為什麼呢 我跟大家來講一個比喻 在五色界天就是在二十八層天 最高的哪一層天啊 飛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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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翔飛翔出天 他的壽命有多長啊 八萬大劫 那個壽命很長耶 他不是用年來算的 用大劫來算 你想一想 一個小劫 這個小劫 我們佛教裡面有講 這個劫有小有中有大的 一個小劫 你想一想 人的壽命有八萬四千歲 每過一百年 人壽命的減少一歲 減到壽命十歲 然後從死歲 又過一百年 加了一歲 加到多少 八萬四千歲 一增一減 這個才是算什麼 一個小劫 你想一想 你想一想 一個終劫 就是二十個小劫 四個終劫 就一個大劫 你想一想 在飛翔飛翔 觸天 這一成天 他的壽命有多長 八萬大劫啊 但是佛告訴我們 說命在場 也有到的壹天嗎 是不是 你看我們在這邊很多人 常常問我們法師 我們要送什麼樣的經 我要修什麼樣的福 才能夠長壽健康 你想一想 你在這個地方 你壽命在場 你也要到的壹天 只是玩 走壹天 還是早走壹天 都是壹樣的 你為什麼不到西方幾個世界去 為什麼在這個地方 天天的 過得那種的生活 無論你有怎麼樣的長壽 還是要離開這個世界的 而且在這層天裏面 飛翔飛翔出天 大家都知道 他到最後 從最高的 墮落到哪裡 到最低的 到哪裡去啊 到第一區 你想一想 從最高的 墮落到最下的 那一層 那為什麼 是什麼原因呢 毀磅啊 毀磅三寶 那我們大家都知道 毀磅三寶的果報 都在哪裡 阿批地獄啊 但是 生在飛翔飛翔出天 這一層天 他們不知道啊 以為 他們到這個 飛翔飛翔出天 到這種成就 到這種程度 這種的定功 以為 得到了班涅槃 其實啊 他那種定功 他那種境界 不是我們佛家常講的 那個班涅槃 不生不滅的 所以當他失去這個定功 的時候 他自己本身 就開始懷疑 為什麼 我還會有 生滅 這種的官呢 所以開始懷疑 懷疑 釋迦牟尼佛 懷疑佛所說的話 都是假的 我為什麼我的功夫會失掉 還要往下墮落 而這個念頭一起來 他就開始毀磅了 那在什麼時候他毀磅的呢 在什麼時候他毀磅 在臨終的時候 當他要堕落的那一刻 他這個時候 他這個時候開始辦佛了 他不知道他那個境界 不是佛所講的境界 班涅槃 不要說大臣的班涅槃 連小臣的班涅槃也不是 是 所以 尊敬的 最同修大德 你想一想 達到這樣的境界 每一個人都夢寐的 但是到最後 他還是不是舊情的 他還是要堕落的 所以 釋迦牟尼佛在法華經 告訴我們 三界有辱活宅 這個房子已經燒起來了 你不趕快跑出來 結果是怎麼樣 你就是被燒死的 換句話說 我們在這個六道裡面 已經流浪太久了 你到現在已經無量解了 你還在六道裡面透過 你為什麼不超越六道呢 所以在這個地方 釋迦牟尼佛 為什麼把极樂世界之樂 把娑婆世界之苦 把我們做了一個比較 讓我們去明白 讓我們去覺悟 只要我們還在六道 你就一天就能夠受苦 只要你在六道裡面 你就避免不了 生老病死的 所以尊敬的 至於同修大德 只要你能夠把這個六道 說佛世界之苦 西方極的世界之樂 那我們今天念佛 對西方極的世界 那種深信 可能 不會有一絲好的動搖 無論誰跟你說法 無論誰來跟你介紹哪一法 無論誰來跟你介紹 哪一個世界好 你是不會動搖的 因為你明白這個事實真相 你明白這個事實真相 你怎麼會動搖呢 是不可能的 是不可能的 所以釋迦牟尼佛告訴我們 那一個極樂 為什麼叫做極樂 而這個極樂世界 其果眾生 無有眾苦 但受諸了 這個教授我們 簡單給大家說一個介紹 那你明白這個道理 你應該要更加信心了 所以很多人 我們 一定要覺悟 我們自己本身要做一個好樣子 給別人看 你明白這個道理 念佛是一個很好 我們能夠這一生遇到這個淨土法門 是無量節以來 你的上根福德非常的深厚 你才能夠遇到這個法門 但是你要做一個好樣子給人家看 不要讓你的周圍的人 對你起了一個煩惱 對你一個有一個建議 介意 對你一個起了一個不歡喜的心態 你要做一個好樣子給人家看 很多人 有時候打電話說 師父啊 我太太以前還沒學佛 還好 一個學了佛 好樣一個人變個樣的 有啊 有這個樣子的啊 她的先生喔 她的先生喔 辛辛苦苦啊 去上班 回來啊 想要找一個人聊天 對不對 哎呀 受受苦喔 我在工作遇到一些 人啊啦 對我的批評啊 對我的毀謊 我心裡好難受 我不知道找誰來受苦 回到家裡看到太太 每一天嘴巴了 哇天天把那個念佛器 塞住這個耳機裡面 哇那個放在那邊 你看那個先生看起來 是我的太太變成這個樣子了 所以你要我們知道這個道理 喔這個人生是苦啊 要念佛趕快 啊 念佛往生西方級的之類 這個因緣非常難得嘛 但是你要有智慧啊 因為你在生活在這個當中了 不是你一個人啊 還有很多人耶 喔 不要讓人家看到 哎呀 學佛變成這個樣 念佛為什麼變成這個樣子 誰敢學佛 誰來敢念佛啊 沒有人敢的 該怎麼穿 你就怎麼穿 該怎麼打扮 你怎麼打扮 真的耶 不要把它當作無常啊 什麼都不用打扮 所以很多事情 我們自己本身 一定要好好去思考 只要你能夠做一個好樣子 人家 欸 學佛是一種很快樂 很自由的 很幸福的 不要一種負擔 反正我要念佛 我要阿彌陀佛 我要西方級 好像給自己那種負擔 是不可以的 用這種心態來學佛 你要一種心能發喜的 我明白這個道理 在一切處一切人 無論在什麼樣的環境 他們都是我的老師 你要這樣的來看待 我要動不動 把那個念佛心 插住耳機 走到哪裡 那個整個嘴又停不得 好像在做什麼 人家看得起來 這個是簡單來為大家做一個介紹 這個 釋迦牟尼佛告訴我們 為什麼阿彌陀佛的國土 叫做极樂 那不僅僅釋迦牟尼佛 在這一段經文來告訴我們 下面的經文 釋迦牟尼佛又為我們介紹了 什麼叫做极樂世界 我們來看 請合掌 有色利佛 极樂國度 七重南筍 七重羅網 七重杭樹 皆是世保 周札為饒 世故彼國 名為极樂 經文我們就念到這個地方 那這一段經文最重要的呢 是釋迦牟尼佛為我們介紹什麼呢 就是介紹啊 西方极樂世界所居住的環境 那一種依報狀元 生活居住環境的快樂 而且也為我們講到 它的地方 所得到的利益而快樂 那是什麼呢 那很多人會問法師啊 西方极樂世界 我們所居住的環境 快樂在哪裡啊 你這個地方一定要去了解嗎 你對一個國土 對一個法門 你去不了解 你的信心是不會起來的 比方說我要移民到一個國家 你首先一定要先了解這個國家的狀況 裡面的內容 我將來住下去的時候 我能不能幸福 我能不能安居樂遇 或者我要買一個房子 首先我先了解 這個地方我所住的將來 能不能帶給我一個方便 我上班會不會方便 或者我要去做什麼樣的任何一件事情 能不能方便 我們要先了解嘛 你才能夠對這個地方能夠有興趣 或者對西方极樂世界才有興趣 那我們來了解一下 西方极樂世界它的快樂快樂在哪裡 而且這個快樂是沒辦法是相比的 能夠用我們的語言來形容的 那首先先來跟大家解釋 七重這兩個字 七 這個字啊 在這一部佛說阿彌陀經 它最重要的是表法什麼呢 為什麼 在這一部經 你看這一段經文 我們所看到的有七重 那為什麼 釋迦牟尼佛不講三 不講四 不講五 不講八 不講十 為什麼 所講的都是七啊 你看 做禪有禪七 念佛有打佛七 是不是 連那個法華經 那個華眼經 都用什麼 用十這個字來代表 你看我們看到五量塑金 用七 十六 二十一 來用這個數字來代表 那今天我們來看 那代表什麼 很多人看到這段經文 會很多人疑問 什麼疑問呢 法師啊 極樂世界有什麼好 到處都是一樣 都是七重蘭筍 七重羅網 還有什麼 七重寒樹 有什麼特別呢 還不如我們這個世界 什麼都有 阿彌陀佛的世界太單調了 沒什麼意義的 很多人會問這個問題 所以啊 我們如果因 用這種方式來理解 那我們就不知道 佛所講的內涵 七這個字不是數字 在彌陀會上 就是代表圓滿的 代表上下 代表四方當中都是圓滿 一點缺陷都沒有 所謂的無盡的美好 無盡的庄圆 那我們現在來了解 什麼叫做圓滿 什麼叫做圓滿 那剛才已經講了沒有缺陷 沒有一件事 就是說在西方幾個世界 每一件事都是 我不是隨心同意的 每一件事情都是心想事成的 每一件事情都是隨著你的心意 這個叫做圓滿嗎 對不對 比方說 你喜歡什麼 它就變成什麼 沒有能夠妨礙你的 你喜歡什麼 你就變成什麼 像這個 佛在《無量塑經》 《觀無量塑佛經》裡面 你看你喜歡房子大 房子就大 你喜歡房子小 房子就小 你喜歡房子在空中 隨心屬意 自在如意 又決定不愛 不愛去妨礙別人 你看我們在這個世間能嗎 比方說你家裡 你想要放一個念佛記在門口 你開了很大聲 行嗎 第二天 第二天可能人家鄰居也跟你反應了 跟你告狀了 比方說 我們在這個地方想要建立一個道場 如果臨居鄰居鄰居鄰居不贊同你 你可以建嗎 比如說你建一個道場 你一干擾到別人 別人感到 你很吵 你行嗎 不行啊 像師父 師父的自己的道場 旁邊 有一棟房子 剩下那一棟喔 想要把它買起來 給那個弟子龜的 老師 他們能夠啟用 讓這個弟子龜的學生能夠更多來學習 他拼命不賣給我 跟你刁難 你要買 可以 給你很高的一個價錢 就是刁難你了 行嗎 不行啊 比方說我要做三十系列 你那個音響開了太大聲了 打擾到別人 很麻煩 在西方极樂世界啊 我不是隨心所欲 你要什麼樣的房子都行 只要你喜歡 它就隨著你的心意 你看我們在這個地方太多了 你想要大的房子 你有能力嗎 沒辦法呀 所以在西方极樂世界 截然不一樣啊 每一件事情 都是自在如意的 隨心所欲 而不會去妨礙別人 你說在西方极樂世界 這樣的環境 我們為什麼還不去呢 你看現在雪裡 順土順金的 你買一棟房子啊 那個價錢好高的 你沒錢買不起啊 但是在西方极樂世界 只要你喜歡 只要你喜歡 你要在哪一個地方 我要跟老賴居士啊 做聯居 可以啊 我要看到我們的雪裡統修 跟我們哪一個認識的 我要跟他做統修 可以啊 你現在行嗎 不行啊 所以佛在經上又告訴我們 在西方极樂世界 無論我們在什麼樣的生活環境 你的衣服 你的飲食 都是隨心所欲的 想什麼樣的 它就變成什麼樣 不需要人工飲料 經營 不需要的 我們在這個地方 你想一想 你想吃一頓飯 很辛苦耶 也真的耶 你看很多人 在這個生活環境裡面 為了一頓飯 每一天啊 很煩惱 今天不知道煮什麼 或天不知道是煮什麼 我要每天去買菜 每天要規劃 今天要來煮什麼 今天要來做什麼 在西方极樂世界沒必要 思一得一 思食得食 動一個念頭 飯菜都在你的面前 吃完了 動一個念頭 就不見了 我們在這個地方裡講一講 所以很多人啊 在我的道場 有一些人說 師父如果你的臉機 房子又賣了 可以通知一下嗎 為什麼呢 因為住在佛堂好 早上起來也可以做草課 也可以參加跟大家念佛 肚子餓了 佛堂又有準備 什麼都不用做 所以很多人你看 我們在台南進中學會 你看很多一些大樓啊 只要房子空了 大家就搬進來了 為什麼 可以參加念佛啊 有空啊 不用煮飯 什麼都給你準備好了 不像我們今天每一天 你不吃又不行 你看 西方极樂世界就是這樣 你想要吃什麼 它就視線什麼 所以佛在五量塑經告訴我們 叫做什麼 一百道菜 所謂的百味飲食啊 所以這個就是 我們告訴你們 在西方极樂世界 它的好處 就是在這個地方 那先天我們也問 很多人會問 佛在經上西方极樂世界 不是已經告訴我們 已經超越三季了嗎 為什麼我們到西方极樂世界 還會有飲食 這種的習慣呢 連色界天 無色界天 都沒有這種的 飲食的習慣 飲食的需要 為什麼在西方极樂世界 還會有飲食的習慣呢 為什麼呢 你看哦 你看我們在三季裡面 特別是色界 無色界裡面 西方极樂世界已經超越三季了 為什麼還有這種的習慣 什麼原因呢 為什麼呢 你看有一些阿羅漢 正了入定的時候 他就不飲食了 不需要這些飲食 西方极樂世界為什麼這樣 說明啊 西方极樂世界還不如 色界無色界 那如果這樣理解 那對佛經上所講的 那沒有去 真的去明瞭 那為什麼呢 下個星期 再跟大家 來做一個分享 今天呢 如果有 講到一些不對的地方 請大家多多包涵 多多批評 希望大家 剛才已經為大家說明了 我們學佛 最大的目標 主要性呢 一定要 認知清楚 佛主要的 去叫我們 學佛當中 要用什麼樣的心態 來學佛 這個啊 我們一定要好好去認知 去認識 我們啊 學佛才不會 浪費 浪費我們這一生 這麼難得 有這個機會 遇到這個法門 能夠幫助我們 了生死初三節 這個啊 已經簡單為大家說明 希望大家 六十吉祥 希望大家 身體健康 我們老實念佛 同生極樂果 謝謝大家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我們來一起回向 請合照 願离此功德 回向累劫殷殷殷在族 回向累劫殷在族 回向累劫殷在族 往生西方極樂淨土 回向虛空法界 一切眾生 離苦得樂 世界和平 大災化小 大災化小 小災化無 上報是從恩 下祭三土苦 若有見聞者 西發菩提心 盡始於報生 同生極樂果 謝謝大家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